清朝,一个辫子朝代,一段剃发一幅的历史,走在那个时代的街头巷尾,几乎所有男子都留着同样的发型,前额剃的增量,脑后却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,这种在今天看来颇为奇特的景象,在当时却是再平常不过的社会风貌,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,让清朝统治者如此执着于这条辫子,甚至不惜以血腥手段强制推行? 而这条承载着复杂历史记忆的辫子,又给清朝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?要解开这个谜题,还得从辫子的起源说起,清朝统治者来自东北的女真族,也就是后来的满族,在入关之前,满族人就以世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,过着竹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,东北的冬季,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,如果留着长长的头发, 不仅会增加头部的重量,影响行动的灵活,还很容易在严寒中冻结,甚至危及生命,想象一下,一位满族猎人,正在茂密的森林中追踪猎物,突然,凛冽地寒风袭来,他来不及遮挡,头发瞬间被冻成了硬邦邦的冰柱, 这时,他才发现自己无法自由转动头部,更无法躲避身后的危险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猎物逃之夭夭,自己却陷入险境,为了适应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,满族人不得不寻求一种既能保暖,又能保持头部清洁清便的发型, 于是,他们想出了一个的方法,剃掉前面和两侧的头发,只流脑后一搓头发,变成一条长长的辫子,这种独特的发型,既可以避免头发被冻住,方便他们在密林中穿梭受炼,又能将辫子盘在头顶或塞进衣服里保暖,在缺少水源,无法经常洗头的游牧生活中, 剃发流变也方便他们保持头部的清洁卫生,避免滋生狮子等寄生虫,久而久之,这种剃发流变的发饰,就成为了满族人世代相传的习俗,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血脉之中,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,辫子对于满族人来说,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,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,一种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,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,辫子就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,在一次与敌对部落的夜战中,由于天色昏暗,双方士兵难以辨认,混战之中误伤了不少自己人,这次教训,让努尔哈赤意识到统一服饰和发型的必要性, 于是,他下令所有士兵必须替法流变,以便在战场上迅速识别敌我,避免误伤,这条简单的辫子,就这样成为了满族军队的一道独特风景线,也成为了他们团结一致,英勇善战的象征, 当满族军队带着这条象征着身份和荣誉的辫子,踏上入主中原的征程时,他们也注定要将这场关于辫子的文化冲突, 带到古老的中华大地,1644年,清军入关,定督北京,开始了对全国的统治,为了巩固统治,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其中最具争议的,莫过于颁布替罚令,强制汉人替罚流变, 这项法令,犹如一颗重磅炸弹,在汉人社会中激起了轩然大波,在汉人的传统观念中,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笑之时也, 剃发被视为一种极大的耻辱,是对祖宗的不敬,是对自身文化的背叛,许多汉人不愿接受这种削发维僧式的发型,他们或悲愤交加,或奋起反抗,上演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历史悲剧, 江南地区,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汇翠之地,他们身受儒家文化熏陶,使忠孝节义为立身之本, 剃发令一下,江南市大幅阶层,无不义愤填膺,视之为奇耻大辱,誓死不从, 有位名叫陈明夏的明朝遗臣,在清廷任礼部侍郎,当他得知替发令后,悲愤交加,不顾个人安危, 毅然上书顺之地,痛臣替发令之彼端,希望皇帝收回成命,他在奏书中写道, 陈文之,国家政令,不可轻改,而明之发肤,亦不可轻替, 伏发夫者,父母所语,君虽贵,岂可强之,这封奏书,言辞恳切, 却触怒了清廷统治者,最终陈明夏被以妄议朝政的罪名处死, 陈明夏的悲壮之举,虽然没能阻止替发令的推行, 却展现了汉族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精神,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坚定守护, 民间百姓面对替发令,虽然没有文化人那般激烈的思想碰撞, 但也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,他们不明白, 为什么仅仅因为一个发型,就要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, 在山东,江浙等地,许多百姓自发组织起来,抵抗替发令的实施, 他们打出宁为束发鬼,不做剃头人的旗号, 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,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自己的文化和尊严, 在清朝统治者的铁腕政策下, 这些反抗最终都以失败告终,清军所到之处,血流成河, 无数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发,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 替发令的推行,充满了血腥和暴力, 也充满了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, 清朝统治者希望通过这种强制手段, 消除汉人的民族认同感, 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,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, 却在汉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, 也为清朝统治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替发令的实施逐渐深入人心, 汉人社会也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社会秩序, 辫子, 这跟原本代表着满族文化和统治的标志, 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, 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。 在清朝的官场中, 辫子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 官员的品级越高, 辫子也越长越粗, 甚至还会用精美的丝绸包裹, 装饰以珍贵的珠宝玉石, 以此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, 而普通百姓的辫子, 则多用粗布或麻绳编织, 简单朴素, 与官员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, 这种通过辫子来区分社会阶层的现象, 也从侧面反映了清朝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, 在民间, 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发型, 并根据自己的审美和喜好,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辫子样式, 有的将辫子盘在头顶, 显得精神抖擞, 有的将辫子垂在脑后, 显得温文尔雅, 还有的将辫子编成各种的图案, 以此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魅力, 理发师也成为了一种新兴的职业, 他们走街串巷, 为人们提供剃头, 编辫的服务, 在一些繁华的街市, 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理发店, 店面装修考究, 服务周到, 吸引了不少顾客光顾, 辫子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外貌,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, 为了配合辫子这种独特的发型, 人们的服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, 清朝时期, 男子普遍穿着丽领长袍, 这种服装不仅能够遮盖住, 剃掉头发后的光头, 还能衬托出辫子的长度和美观, 而女子则流行穿着旗袍, 这种服装的领口较高, 能够很好地修饰颈部线条, 与辫子相得一张, 辫子还催生了一些新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现象, 在清朝, 人们非常注重辫子的清洁和保养, 认为辫子是身体的一部分, 必须保持干净整洁, 每天早晨起床后, 人们都会先梳洗辫子, 然后才会进行其他活动, 如果辫子不小心弄脏了, 人们会感到非常尴尬, 甚至会因此而受到他人的嘲笑。 在一些特定的场合, 辫子还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, 在婚礼上, 新郎新娘会将各自的一缕头发编织, 在一起, 象征着两人永结同心, 白头偕老, 而在葬礼上, 人们则会将死者的辫子剪下来, 作为一种纪念, 陪伴死者走完最后一程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辫子所承载的文化和政治意义逐渐淡化, 而其带来的不变和束缚却日益凸显,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, 西方列强用尖船力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 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中国,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的落后,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西方, 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, 来改变中国的命运, 在这个过程中, 辫子成为了革命者们抨击的对象, 他们认为辫子是封建统治的象征, 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枷锁, 只有剪掉辫子, 才能彻底告别过去, 走向新生。 于是, 一场轰轰烈烈的剪变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, 从城市到乡村, 从学生到工人,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剪变的行列中来, 他们有的在公开场合剪掉辫子, 已是决心, 有的则偷偷摸摸地剪掉辫子, 以防遭到清政府的迫害, 1911年, 辛亥革命爆发, 推翻了清朝的统治,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, 剪辫子成为了这场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, 象征着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封建统治, 走向民主共和的决心,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积极倡导剪辫, 并颁布法令, 禁止人们再留辫子, 从此, 辫子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, 回望清朝替法留辫的历史, 我们可以看到, 辫子从最初的实用功能, 到成为满足文化的象征, 再到成为清朝统治的工具, 最后又成为革命者反抗的对象, 其命运的起伏跌宕, 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与发展, 辫子虽然已经消失, 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, 却依然存在, 一个民族的文化, 应该如何传承和发展, 一个国家的制度, 应该如何改革和创新, 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索。